大家好 歡迎收看《粵語追財經》 艾過了淡季 卻死在旺季 近一年十三家奶茶店消失 奶茶行業的慘號洗牌 奶茶店點解藍途關店潮 今年飲品旺季 不少茶養人夢碎一地 長沙九十後的女生紛紛的奶茶店 艾過了淡季卻在下入旺季關張了 福建小園的奶茶店 從三個月前的一收過千 到現在營業額直接腰斬 即使是頭部連鎖盆牌 不少店面的營業額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無數茶養人在寫寫秋風中 期待冬天的第一杯奶茶的到來 一年十三家奶茶店倒閉離場 今年奶茶生意不好做 附近又有奶茶店關門了 最近總是聽到身邊的茶人從業者感慨 開了兩年 一年 甚至三個月的奶茶店 都快要頂不住了 掙扎過 辦法都試了 也都掛不回 廣州的小許在七月底 關閉了自己的奶茶店 他說去年裝修的時候 還是月血沸騰 準備大降一場 誰想到今年三月開始 生意就一個月不如一個月 福建的小元表示 她的奶茶店開業當然是三個月 從最初的日收過簽 到現在營業額直接腰斬 湖南一位開店六年的茶飲老闆感慨 今年的生意很慘淡 完全沒有旺季的感覺 他們的經歷並非是過來 打開小紅書 開業一年多 虧了五年的積蓄 樓下的奶茶店開了兩個月就倒閉了 開業一個月三十多萬就沒有了 火便大街小巷的網紅店也頂不住 這些故事比比街市啦 不單止是中小門店 心恨心死的漩渦 熱內人士透露 很多連鎖大品牌部分的門店燃熱壓 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閘門参眼的數據顯示 全國奶茶店總數為431753家 近一年生開門店數超過了16.7萬家 正增長3.5萬家 意味著一年13家的奶茶店消失 平均每日有350幾個經營者離場 滿懷一腔熱血衝入泥 最終他負債累累的無奈離場 這些經營者經歷了些什麼呢 熬過淡季他死在旺季 負債二十幾萬 關店後感覺送了一口氣 關店二十三天的文文 終於將奶茶涉備和物料處理乾淨 六月就感覺絕望了 七月底關店之後 竟然感覺到一陣的輕鬆 儘管此時他已經揹了二十幾萬的債務 文文的奶茶店去年四月擔生於長沙 臨街商鋪約50均 是一個自創的品牌 主打鮮奶茶和時鈴鮮果茶 二十幾款的產品 均價在13到18元之間 剛開業的時候優惠活動拉滿 三二紅火都一段時間 但好景不到半年 黑漏量就越來越少了 最近幾個月日不敷出 剛開始虧錢的時候想過再看看 等等再等等就熬不住了 慢慢告訴我們 附近的奶茶店 九元九兩杯 八元八兩杯 甚至三萬一杯 他根本是拼不過 關店之後 心裡是落差很大的 不知折下來可以做些什麼 但更多的是送了一口氣 終於不用每天一睜大眼就繼續虧錢 慣了經營半年的奶茶店 我去夜市擺攤買茶葉 南京九六後的姑娘小蘇 畢業後在互聯網公司做了三年 認為厭倦了九九六 索性是自己創業開了一家奶茶店 小蘇的想法很簡單 一方面是有親戚從事茶葉生意 可以輕鬆拿到優質的原料 另一方面可以省去一大筆的品牌加盟費 但竟然不到三個月就感覺到不對了 營業壓越來越少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 小蘇曾積極和多位茶人的同行交流 後來總結人為自己買的產品 多為市場經典的複製 缺乏明確的自身特色 同等價位大家還是會選大品牌 為了吸引顧客 小蘇相繼推出多款硬直新品 並且買一陣一 但效果並不好 沒有品牌背書 顧客上身支付救議員都是比較低的 堅持半年後 小蘇無奈決定退出 折下來打算去附近的夜市擺攤買茶葉 五年的積蓄化為炮灰 現在最大的願望是拿回加盟費 壓力大都睡不著 山東奶茶店徐小海最近因為找品牌放 退回加盟費的事 煩惱不已 2022年底 徐小海和女友從廣州回到山東老家 開了一家國風奶茶店 滿甸選了當地一家商場的扶二樓 面積兩十幾平 總投資大約是三十五萬 她和她女友用了五年的全部積蓄 最開始看重的是一個大品牌 但加盟費太高了 所以選了現在這個 徐小海說 加盟之前品牌的招商人員特別有誠意 每次回信息都是講小作夢 去店裡考察也講得很好 有各種支持政策、店資、培訓等等 後來按照要求交了加盟費開店之後 黑漏量一直都很少 貧牌坊的態度大轉彎 之前承諾的培訓 扶持一點都沒有兌現 到後面也是什麼都不理了 唐食生意冷清、外賣虧本 今年五月 徐小海終於頂不住了 現在最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對方可以把五萬元的加盟費 退回給我 平時營熱壓四五百 希望再來一個冬一杯 相比其他創業者 湖北某市的琪琪 在其日營熱壓四五百元的情況下 還可以堅持 最大原因是店舖是自己的 不用租更成本 琪琪奶茶店面積是四十平 開在自家小區的附近 已經經營了兩年半了 剛開始營熱壓比較穩定 每天都可以達到一千元以上 後來周邊奶茶店越來越多 霸王茶雞、古名、茶霸道等都來了 顧客選擇的選擇越來越多 生意就不好做了 琪琪說 現在大部分都是熟客消費 所以入店的心客越來越少 從去年冬天開始 日營熱壓就降到四五百 除去其他成本根本是不賺錢的 琪琪說 要是租店頭的 早就已經頂不住了 最近生意最好的是 那冬那天 秋天的第一杯 她買了一千九百一十八元 琪琪說 希望再來一個冬天的第一杯奶茶 讓我看起來 萌萌、小許、徐小海、琪琪的故事被人唏噓 但是他們只是萬千茶飲創業者的縮影 從回十元的時代 到四元的檸檬水、一元的冰杯 當前的茶飲市場 頭部品牌一波又一波的價格戰 對中小品牌冒意搞砸 洗牌不可避免 未來隨著連鎖大品牌的規模一億擴大 茶飲行業的連鎖法律不斷提升 市場集中度和專業度越來越高 錯過更難以入稿 更難生存 網友表示 在喜茶在合肥手店倒閉之前 內涉的茶和樂樂茶的合肥手店 亦已關門協議 秋天第一杯奶茶也剛過去沒多久 對茶飲行業來說 現在應該屬於旺季 會有越來越多消費者 下單購買奶茶 但是社交平台上 關於奶茶店倒閉的鐵 比比街市 無論是獨立咖啡店 還是連鎖品牌 好像都是 悉悉秋風中 難以支撐下去 這些退場的經營者 不少簡介自創茶飲品牌 透透自己多年的積蓄 去打造一個 符合遇上的小店 但誰都沒有想到 傾其所有 並沒有還來預期的收益 反而被自己背上了類類的負債 他們表示 自創品牌商界要連鎖加盟 雖然自由度較高 但房租、物料、設備等成本也增加 以至於在奶茶重複10元時代的當下 獨立奶茶店缺乏以連鎖品牌競爭的價格優勢 消費者更傾向於購買更便宜的產品 但選加盟店的奶茶店主則表示 自己的小店也難以含免 有店主說自己加盟的某個方特色的奶茶品牌 但知名度並不高 開店後無論是燙食還是外賣 都是冷冷清清 因此在苦苦支撐一年後不坑重複了 最終只可以是關店收場 現在就算是茶百度這種 已經被很多消費者熟知的品牌 其實也在靜悄悄地關店 極海品牌 監測數據顯示 截止8月13日 近90日內 茶百度生開了614家門店 但生關店的就有905家門店 另一知名品牌抹酸奶 也被媒體爆出半年內關店142家 平均每日關店0.9家 一方面各大茶飲品牌紛紛降價 十幾元甚至幾元的奶茶層出不窮 嚴重地加劇了茶飲行業競爭 而神仙開片勞人遭殃 部分受價格佔波及的獨立茶飲店 寄不過來 只可以減提前推出這場激烈的造難市 如果難以為計 不如及時止選 停泊是為了更好的啟行 這期節目就到這裏 感謝大家的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